心率快,应该先做三个检查 医生说,心率太快,太慢都不好 王先生是一位72岁的退休教师 平日里就喜欢喝酒,脾气也比较暴躁 最近几个月,他时常感到心悸不安 气息短促,偶尔还会伴有头晕目眩的症状 起初,他以为这只是年纪大了 身体机能下降的正常现象并没有太在意 直到昨天,王先生在晨跑后突然感到心跳加速 胸闷难受,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匆忙坐下休息,然而症状却迟迟未能缓解 幸运的是,一位热心的路人健壮 迅速拨打了急救电话 救护车迅速赶到将王先生送往医院接受诊治 在医院里,王先生向医生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症状 医生听后,立即为他测量了心率 发现竟然高达110次每分 为了尽快查明病因,医生迅速安排了一系列检查 心电图,血液检查以及超声心动图 心电图的检查结果显示 王先生的P波已经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极不规则的防颤波 心视率也呈现出绝对不规则的特点 而科尔斯波群则保持正常形态 血液检查各项指标均显示正常 超声心动图则显示王先生的心脏收缩不规律 左心房明显扩大 EA波比率也有所增高 综合各项检查结果 医生确诊王先生患有防颤 王先生目前的治疗方案是综合性的 他需要服用抗心率失常药物调节心脏的节律 减少防颤的发作频率 并接受抗凝治疗 防止防颤可能引发的血栓形成 医生会根据王先生的治疗效果 及症状的改善程度 药物副作用的出现与否 以及心率 心率等生理指标的变化 灵活调整治疗方案 确保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王先生对病情和治疗过程产生了诸多疑问 他好奇地询问 为何只是心率快 就需要进行如此多的检查 医生耐心地向他解释 心率过快 不仅可能让人感到心慌 气短 还可能是心脏疾病 内分泌问题 甚至是精神压力过大的信号 它可能涉及心脏的电生理异常 伴随心脏结构的变化 有增加血栓形成等风险 这些检查是为了全面评估病情 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医学依据心率 作为人体生理状态的重要指示器 它的快慢变化常常反映着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 在医学领域 心率过快或过慢都被视为异常现象 可能预示着潜在的健康问题 在众多的医学检查中 有三种检查对于心率过快的诊断尤为重要 它们分别是心电图 血液检查和超声心动图 这三种检查方法各有侧重 能够从不同角度揭示心率过快的可能原因 为医生提供宝贵的诊断依据 一 心率快的患者应该先做三个检查 第一个检查 心电图 心电图的主要功能在于记录心脏的电活动情况 是诊断由心脏电活动变化或紊乱引起的心脏病的重要工具 无论是各类心率失常 还是心肌缺血 梗死等可能导致心电图改变的疾病 心电图都能提供有力的诊断或辅助诊断依据 正常人的心电图波形清晰有序 依次展现出P波 T波 R波 S波和T波这五个关键部分 当心率出现异常 无论是过快还是过慢 心电图上的波形频率 节律和次序都可能发生显著变化 这种病理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心率失常 当心率过快时 心电图上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心率数值超过100次每分钟 表现为R2间7缩短 即相邻两个心跳之间的时间间隔变短 由于心跳加速 心电图波形可能显得较为密集 有时甚至可能出现波形重叠的情况 使得医生在解读时难以准确分辨不同的波形和节律 除了这些基本变化 心率过快还可能导致心电图上出现一些特殊的心电现象 例如左右树枝蝉联现象 表现为Curse波乘连续三次以上宽大畸形的Curse波 防湿结霜净入肩的蝉联现象 表现为P2间7突然跳跃时程倍延长或接近程倍延长 且已固定的肠的P2间7持续出现 在进行检查前 需要特别注意避免饱饮 饱食 食用冷饮和抽烟 同时需要平静休息20分钟 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在检查过程中 应保持平躺姿势 全身肌肉放松 平稳呼吸 并尽量保持安静 避免说话或移动体位 以免干扰检查结果 通过这些细致的准备和配合 我们可以获得更为准确的心电图数据 为心脏健康的评估 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个检查 血液检查 抽血作为最基础的实验室检查 其各项指标具有高度的灵敏性和特殊指向性 能够精准地反映心脏的状态 考虑到心脏疾病可能伴随的并发症和合并症 完善的血液检测 对于疾病的准确诊断和后续治疗至关重要 心肌酶检测便是与心肌紧密相关的血液检查之一 在临床上广泛应用 能够准确识别心肌梗死 心肌炎等疾病 血脂检测则有助于判断患者 是否存在高脂血症或是否合并关心病 基盖蛋白的检测能够提示心肌是否存在缺血 损伤或坏死 为评估心肌状况提供重要依据 而BINF检测则有助于判断 是否存在早期心功能不全的迹象 这些疾病往往与心率加快紧密相关 在进行血液检查前 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前一晚八点之后应禁止进食 检查前三天应尽量保持清淡饮食 此外 若正在服用激素类药物 务必告知医生 以免药物影响导致检查结果出现异常变化 第三个检查 超声心动图 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都是诊断心脏功能的重要工具 但他们的工作原理和提供的信息各有侧重 超声心动图通过声波技术生成心脏图像 能够更深入地结实心脏结构的细节 包括心脏半膜 心室和心房的大小及功能状况 在心脏结构异常 心疾病和心脏半膜病等方面 超声心动图更胜一筹 有些心脏疾病确实会导致心脏电活动的变化 但也有部分疾病仅影响心脏结构 而不影响心电表现 例如 心脏扩大 收缩功能减弱 或心脏半膜关闭不全 这类病变往往不会随助症状的缓解而自动改善 可以随时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以持续监测心脏状况 心率加快时 超声心动图的具体表现可能因个体差异 和潜在病因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在超声心动图的观察下 通常表现为心脏的运动节奏显著增强 由于心率加速 心脏的泵血功能也会相应提升 进而改变血流的动力学特性 在超声心动图的呈现中 这种变化可能直观地表现为 血流速度的显著提升 有时甚至在特定情况下 会出现血流的湍流或窝流现象 此外 为了满足身体对血液需求的增加 心率加快时 心脏每分钟输出的血量也可能有所增加 相比其他检查项目 超声心动图技术具有诸多优势 它安全无创 不会对患者造成任何伤害 同时 其造价相对较低 使得更多患者能够负担地起这项检查 此外 超声心动图的结果可靠 床旁检查方便 可重复性高 因此备受临床医生的青睐 心率快 是许多人都会遭遇的生理状况 它可能只是短暂的一过性现象 也可能是身体某种潜在疾病的警示信号 因此 除了在症状发生后了解需要做哪些检查外 更重要的是要深入探究心率快的原因 并学习如何有效预防 从而维护我们的心血管健康 二 心率快的原因有哪些 应该如何预防 心率快可能源于一系列生理因素 例如 剧烈运动 情绪激动 饮用含有咖啡因或酒精的饮料等 都可能导致心率加快 这些情况下 心率快通常是暂时的 对身体没有长期影响 心率快也可能是某些病理因素的表现 甲抗的患者 肌体分泌过多的甲状腺激素 这种激素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脏 促进心肌细胞的代谢和收缩 进而增加心脏的收缩力和心率 贫血的患者外周血红细胞数量减少 肌体无法为组织器官提供足够的氧气 为了弥补这一缺氧状态 心脏会加快跳动 以增加心输出量 将更多的血液蹦入循环中 从而维持组织器官的供血和供氧 这种代偿机制使得心率代偿性的加快 在这些情况下 心率快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告信号 需要我们及时就医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预防心率快呢 以下是一些建议 亦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调节 避免过度劳累则能减轻心脏负担 定期参加体育锻炼 如散步、慢跑、游泳等 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 维持稳定的心率 尽量减少高脂肪、高糖、高盐的食物摄入 多使用富含纤维素和维生素的蔬菜水果 有助于维护心血管健康 二、保持情绪稳定 学会调节情绪 避免过度紧张和焦虑 可以尝试通过冥想、瑜伽、深呼吸等方法 来缓解压力 保持心情愉悦 对于老年人、高血压患者、糖尿病患者等特定人群 由于身体机能下降或存在慢性疾病 更容易出现心率快的情况 因此更需要关注情绪的变化 避免情绪波动过大 三、定期进行体检 通过定期体检 我们可以及时发现并治疗潜在疾病 从而预防心率快的发生 如果发现自己经常出现心率快的情况 或者伴随其他不适症状 如胸闷、气短等 应及时就医 以免延误病情 综合心电图、血液检查、超生心动图 三种检查手段 医生能够全面评估 王先生这样的患者心率过快的现象 确定是否存在心脏疾病 或其他潜在的健康问题 并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预防心率快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需要我们长期坚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从现在开始 关注自己的心率变化 积极预防心率快 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